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适合用 或者什么不适合用 应该有一个基础概念 但是如果各位的塑料袋还是不足够的话 没有关系 即使它很硬 你还是可以拿来尝试一下 这样子大家可能就对 之前丽云老师说 这个袋子太硬 有点概念了 怎样的硬度才是太硬 怎样的硬度才是太弱 好 这样今天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的编织 所以这是我们的成品了 我们先做一个 我们这一个月会尽快完成 尽量完成一个小备垫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先尝试做一个小四方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大家回去就可以做递牌 递牌 好吗 所以我们今天这次开始编制的时候 可能我稍微再复习一下 上个星期 丽云老师讲的折法 如果有新朋友加入的话 让我换一下镜头 OK 大家看得到吗 所以这就是那个尺寸了 再减好了 它就会是这一片东西 对吗 好 所以这个大概是 那天丽云老师有说要24片 如果要做一个这样子的杯垫 我们稍微表解一下上个星期的课 所以这一片过后 我们先对折 对折 如果你有卡片的话 就跟它拖一下 让它比较漂亮 然后再对折 就两面对折 最后我们再对折 对折的时候 最后呢 我们就用另外一张卡片 就是丽云老师请大家准备了 用来对折的 用来折 只是用来对折的卡片 所以就5CM 过 所以对折的过后 大家把这个可以塞进去了 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尽量塞进去 会比较好看 如果不行的话 这样子也行 然后再跟它定书 以定书机跟它定义起来就行了 可以盯两片 可以盯两个 所以过后就会有这种不同的小条子 总共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备电的话 我们需要24条屋 所以如果你今天准备的不足也不用紧张 所以还有时间 这星期还是大家可以慢慢去检查跟折叠 好吗 好 现在大家手上有足够的材料了吗 好 我们就 哪四片 好 这个就先在小条子里面变好了 这是方便让大家清楚知道我在说的哪一条 但是你们不需要了 可是如果各位觉得有写上比较容易跟的话 你可以暂时写着 好 我们先准备四条了 所以我就方便大家看的话 那我这里有一二三四 四条是做成这样子的小四方 OK 好 如果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这个四方形 所以先拿两条 所以我有一个一二 看得到吗 一二哦 所以我二号就夹着一号 二号把一号锁着 所以就是你只要拿两条 一条把第二条把第一条锁着 这样子就扣着 你看 这一条就不会跑 大家清楚哦 没关系 我再回来再重 所以我的三号 这是我号吗 三号扣着第二号 可以吗 大家看得到吗 好 清楚啊 二号扣一号 然后第三条 新的一条我们就扣着二号 可以吗 看到 有看到吗 二号扣一号 三号扣二号 那最后的第四条呢 四条 这条是一号 扣着四号 可以吗 你塞进去 这一开始可能就会有点乱 但是没关系 你就跟它拉紧就好了 可以吗 我再重复一次哦 这个可能比较复杂一些 今天我们会做比较慢一些 可能下个星期大家开始熟念了 大家就可以开始变比较快 所以二号 你把它变成一个T字型 二号扣着一号 可以吗 用着三号 然后三号我们就扣二号 第二条那边 就每一条要确保每一条都有被新的那个小条子扣着 所以三号扣着就很稳了 二号就稳了 所以现在我们用最后一条四号 四号比较复杂是因为它要串两平 所以四号先扣进去 所以有一个洞嘛 那你就扣进去三号 三号这一条 所以三号就被扣着了 不能移动了 那四号还是可以随意移动 那我们就串进一号的这个小 这个洞 所以现在唯一可以随意被移动的就是一号跟四号 所以一号串 扣紧四号 所以扣好的时候 是一个类似紧字 那大家拉拉就锁紧了 这个部位有问题吗 这是最基础的啦 所以任何管编制小篮子或者是其他的包包 被垫都是由这一个四方形开始 可以吗 跟得上吗 现在目前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步骤没有问题的话 好 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步骤 好 下一步骤 所以一般上我们就是往 往右手边 就往右手边 下去 现在我们先做第一排 这是我们最后的完成品 所以是九宫格这样子 有点卡 有点卡吗 你说影片有点卡 可是明白吗 清楚吗 还需要我再示范多一次 老师可以再示范多一次吗 可以可以 好 所以我们准备四条小条子 我不晓得你们方向看得到 所以是一二三四 这是我标示好了 所以我们先用两条 二号扣着一号 每一个小条子都有一个洞 都有一个圈 所以二号串进一号 是整条跟它串起来 所以一号不用再打开那个圈圈了 就二号打开圈圈 然后串进去 所以二号是这样子 二号是被锁着的 可以吗 我给一点时间大家 二号串进去 好了 来 我们就三号再串二号 三号也是一样 三号的圈圈 三号的圈圈 圈圈来着 然后就把二号整条锁起来 所以二号这边是没有打开的 看吧 所以二号第二条锁着第一条 第三条锁第二条 所以它是这样的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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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三号锁二号 所以你这里就算松开也没有关系 就是它只要不要掉出来 因为待会我们会再锁定它 所以比较困难的是 四号这边最后一条 所以一样 前面的那个第一个步骤 就是四号还是要锁着 第三号 这是三号 所以跟之前前面的步骤一样 只是后面四号的尾巴这边 它需要被锁着 所以我们每一个小条纸 都要被另外一条新的小条纸锁着 所以它四号目前是没有被锁 所以我们要回到一号 一号只是被锁着 但是还没有锁着任何的小条纸 所以四号这边 它就串进一号的小圈圈里面 可以吗 看 我怎样 一号有一个小圈圈 开掉那个小圈子 然后跟它锁进去 所以完成的时候 大概是一个锦质的部位 或者填质 然后有这样子 它还是属于很松散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把长的部位跟它拉紧 拉紧 每一个每一条小条纸都有一个比较长的部位 那我们就帮它拉紧 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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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可以对CAMERA对着你的号码吗 对 号码是这样 可以吗 我再来示范一次哦 那号码不重要 如果你要 如果大家如果还是跟不上的话 可能可以标示一下 可是最后也是我们可以不需要再标号了 所以就一号 一号就让它平着 开始的时候打平 所以也不用打开它 但是二号就跟它打开那个 里面它是一个圈圈嘛 所以打开跟它串进去 锁着 所以二号是这样 二号 锁着一号 啊 这一部分 呃 比较简单哦 没有问题吗 所以是一号 二号在上面 看到吗 对 后面是这样的 后面是 这一条也是 这一条是二号了 呃 尽量把那个有打 有定数据的部位 我们全部放在同一页 同一面 所以你的篮子 过后那个 呃 这是看 呃 我们最后会 遮着那个钉子 但是我们先把钉子 全部藏在同一面 所以一号的钉子 也是在这一面 二号的钉子在这一面 所以二号 扣着一号 老师是 是把二号拉到 去一号的中间吗 嗯 啊 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开始 没有办法 我觉得要旁边就是 只是怕旁边它会掉出来 所以你先 东西全部都往中间拉 可是它走位也没有关系 待会我们会再调整 所以比如说不小心带 扁扁也没有关系 你待会可以 调整 只是说如果一开始 我们放在边 它比较容易滑出去 因为这个塑料带它很滑 它容易滑掉 可能中途就会散掉 所以我们先一开始先全部放在中间 尽量往中间靠拥 所以三号跟就三号就要扣二号 它的方式就跟二号扣一号是一样 所以没有上下值本的啦 没有只要是我们确保那个定数机的部位在后面 所以我可以三号这样子扣 或者三号另外一个方向扣也行 可以这样扣 也可以另外一个方向这样扣 只要你确保那个定数机的部位 是在同一页就好了 所以它没有上下 上下不重要 所以三号扣进二号 三号就是把它的圈打开 扣进去 好吗 有问题吗 然后最后就是四号 四号跟其他的一样 前面比较容易的部分就是四号也是扣着三号 所以最后是这样子的成本 一二三四 可是四号也是需要被扣着的 不然它会 它这边如果没有锁着 它就会滑下来 它就会掉 那整个结构就松打 所以我们四号挂进去 把三号扣着的时候 所以剩下这边就一号跟四号就重叠这边 需要被扣起来 所以我们用一号去扣四号 所以可能一开始大家都是这样松散 只是如果你一开始有放在中间的话 就可能比较容易拉紧 那你就会看到每一个小条纸都是被另外一条小条纸扣着的 看得到吗 好像有点反光 所以如果有做到这个 类似一个开始有一个紧致步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长的部位 你只要把长的部位拉紧 跟大家锁着 所以长的 比较长的一个部位跟它锁着 你要手按着中间 然后拉往 往那个 往这个方向 往它的方向 所以不管怎样拉 它都被扣着 四条扣在一起 它就没有这么容易松散 所以最后成品就是这样子 一二三四四互相扣在一起 如果你要配花色 可能花色 如果配花色的部位 可能我们过后 大家学会了这个杯垫 我们再详细谈说 怎样把那个花纹配在一起 这样子可能今天大家就没有这么混乱 可能大家也不会这么混淆大家 所以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结构搞清楚 这个部分跟得上吗 这是最基础的 如果你们还有谁还跟不上的话 尽量提出问题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最基础的搞定 然后我们才进行下一个阶段 因为接下来的阶段 接下来我们编成这个 或者是这样子的九宫格 基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 一直在重复而已 有问题吗 我看一下有问题吗 大家跟得上吧 有问题尽量提出来哦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制作第二片 第二格 放在这里可能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接下来的是 接下来第一条第一格 第一格四方形正方形 我们需要用四个小条 可是接下来第二格 我们只需要用三条 因为已经有一条在这边 已经有其中一条在这边了 所以它的原理是把另外三条扣在这里 所以我们一般是往 你看背电 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一格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往右手边发展 所以左手 左撇子的朋友不好意思 你们可能要辛苦一些 但是这里可以找你比较舒服的位置 好吗 所以我们就往右手边发展过去 我先给大家看 所以我的右手边是这边 就这边发展下去 往这边 这是我第一格 所以我现在要做第二格 我就往这边发展 然后我们再拿另外一条 另外一条一样 所以我选这一边嘛 这一边作为我的上面 所以这边我要往这边 你可以任何一个方向都行的 这边的时候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部位 所以你看我这边 右手边就只有这一条最长 所以我就扣上去 不好意思 这边一直吊转来 一样就是打开那个打开新的一条 那个圈圈 把这一条扣起来 这条最长了 所以我跟他扣起来 可以吗 现在增加一条 现在增加一条 所以刚才的四方形 我们跟他拉紧 尽量拉紧 因为 所以拉紧一些 所以我就这一条是最长 所以我跟他扣起来 好吗 好吗 对 这也没有问题 好 所以这里就变成这一条是最长 这个刚刚扣上来的是最长 所以我们就扣起来 扣起来 有看到吗 所以开始有一个 另外一个正方形要成形了 是吗 对啊 我再重复一次 这是我们原本已经完成的正方形 所以我选择这一边嘛 我要往这一个方向发展 所以我以这一条扣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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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们的背垫哦 我们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洞 我们今天这一次学习的是做有洞的 所以它每一个正方形 都会有一个洞 建筑 所以你在折的时候 编织的时候 线路有点不好 所以如果大家不清楚 尽量问哦 所以为了让它也比较好看的话 这里是一个一个正方形 然后这里是我们保留的洞 洞口 所以我们是往上拉 这样子是扣着 所以这一条就已经扣紧了 看得到吗 全部影视可能比较难看 所以这是新的一条 所以新的一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条比较长 是吗 比较长 所以我们就用新的另外一个小条子 扣着那个比较长的这一条 扣紧 现在不紧也没关系 你待会可以再调整 所以就是新的 这是第二条 这是正方形的第二条 第二个正方形的第二条 扣上去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条 第二个正方形的第三条 所以它就是扣去这个最长了 就刚才我说的每一条都要被扣着 这样扣着 因为这一条 所以它扣着二号 那这是我们的另外的第四号 所以它就在扣一样 跟刚才的 跟刚才第一个正方形的条 你就打开它的小圈 那个圈 扣着这一条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 可能如果一直讲号码 可能大家就很混乱了 所以比较方便大家 可能就大家看哪一条是最长 这一条最长的 所以我觉得扣着 扣着最长的那一条 好吗 对那这一条怎么办呢 这一条就没有被扣着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它有个小方形 看到吗 这是原本我们的在从第一格的正方形 从前面伸过来的那一条最后一格 所以你就把这一条 可能有反光有点难看 塞进这一点 找一条没有反光 有颜色的给大家 然后找一条黄色的给大家 这个塞进这里 扣着的时候 那我这一条黄色就要被这一条扣着 这是刚才的那一条 所以我们只是扣一个小条纸而已 所以不要两条都扣着 所以当你两条都扣着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不小心扣错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的填字不像填字了 就好像看这个字就不像了 所以我再给大家看回第一条是这样 所以它 它的每个方形应该是这样 就是真的有一个填字在中间的 看得到 那我现在再扣回去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这个不小心 我扣错了 扣两个 两条 两个条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 不太像一个填字了 它这里少了一个 所以正确的那个方式 就是这个 它跟它扣起来的时候 这一条黄色这一条也需要被扣 所以我们要跟它塞进这一条里面 如果开不到你可以用比较尖的 比如说像剪刀 或者一些小工具帮你打开 然后跟它塞进去 然后你会看到是这样子 比较松散的部位是这样子 所以过后像刚才的一样 把长的部位拉紧 拉紧往它长的部位拉紧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塞的时候 你可以用剪刀 跟它稍微撬开一些 让你方便你把这个黄色这一条 拉进来 可以吗 所以它是最后它是两个正方式 两个田子 一个田 两个田 然后是 它就不会松散了 就是会扣 它已经互相全部都扣在一起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我可以再示范过一次 可能比较方便大家 大概第一格大概就没问题了 不好意思 线路有一点问题了 我的线路这边有一点问题 如果大家看不清楚的时候 尽量发问 第一格没有问题 所以我这里也在另外标 标了一些号码 可能方便大家比较容易跟着 所以第二格开始 我们只需要三条 所以我写了五六七 不好意思 可能看不太到 那我们就拿个五号 五号就扣上我们原本的这一个 原本的这一条 比如说 我打算从这边开始 这边 我想要从这一条开始 所以我就扣上去 看到我的五号 所以我五号是在这里 在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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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 就五号扣上去了 那我们就把六号 六号就扣在五号上面 所以这是六号 扣在五号这边 但如果你比较方便 但如果你比较方便的话 你可以写一 写回一二二三年 的关系 因为我们第一格就已经完成 需要再理会它 所以一样的方式 就是新的一条 六号 这是我的六号 六号 我就跟五号 扣在一起 所以 有问题 尽管尽量发文 最后就是我的七号 所以这里 大概大家 已经看上去 我稍微看出有一个填字 稍微的那个雏形了 所以我的七号 扣六号 就我们新的条子 扣去 之前的那一条 但是不要两条都扣在一起 两条扣在一起的话 它是通通散的 所以我们只是扣在六号 这一条 六号是这一条 所以跟它扣起来 所以六号扣起来 那我的七号要被扣 还是需要有一个新的条 一个条子扣着我的七号 那我这里 之前的一号 有一个剩余的 看到吗 这是从第一格 每一条 需要可以塞进四条 四条性的 那个小条子 那个原因就是 我们编制的时候 我们需要确保 每一条条子 其实是有被四条 四条那个小条子扣着的 不管它是被扣 或者是它扣着别的条子 所以你会看到 每一条完成的时候 它会有四个 四个 四个 所以我现在七号扣着的时候 所以这条子有三个嘛 它最后 所以这条子可以被它扣起 那有时候我们折的时候 因为它很薄 所以可能开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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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没声音了 老师你们可以稍等一会儿老师应该是网络网络插然后稍微掉线了大家大家稍等老师的那个网络回来 老师有听到吗 不好意思刚才先帮 好的 所以大家看到吗 7号就被原来的1号扣起来 扣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结构松散也不用紧张 我们先把它一条一条拉紧 所以从最最长的部位 长的那个条子的部位 慢慢拉紧 所以记得我们永远都是要完成一个田字 所以只要往中心的部位 全部往反方向拉 所以你看最后就会有一个田字 最开始 如果你完成了 你现在就会看到你有两个田字 这个部分跟得上吗 目前为止有问题吗 还是你们可以 还是你们可以 做到怎样 如果跟吴少要记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继续往后面 往另外一边 发展 所以我们一排 这是最后的成品 我们先做一个小杯垫 大家如果你过后想要做一个放碗 碗垫 垫碗 碗的那个布条 你可以再往旁边延伸 你可以做个四乘四 或者五乘五 就随你们的那个尺寸的 那目前我们 现在要做的是 我们先完成九格的 所以一排要有三格 所以如果各位可以做成两格的话 那我们现在再做进行第三格 可以吗 所以第三格也是一样 你就往你的方向 往右边 我就往我的右边发展 所以这是我刚才做的 然后这第三格跟第二格的方式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只是要三条 新的小条纸 就已经不用第四条了 因为这里已经有一条了 所以这里当作是一条新的 然后我们再加另外三条新的 所以如果你第二格没有搞清楚的话 没关系 我们自己再做多一次 所以第三格跟第二格的方式 是一样的 就拿一个新的 这一个号码给你 这是我的八号 九号 十号 那这是七号 这是之前的嘛 五六七 这是七号 所以我的八号 扣着我的六号 就是这条最长 不要看下面这边 因为我要往右手边发展 所以我右手边只有剩下一条 这个小条纸 所以我只能扣这条而已 往上扣哦 因为往下的话 你看这里就没有空格了 我们是每一格会有一个小空格 空位空洞 所以跟第二个正方式一样的模式 所以我们这样子扣哦 这个完成了吗 所以看得到八号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前字步是在这一部分 所以我是九号 我拿另外一条新的 我就要扣这一条最长了 我这一条是最长 看得到吗 就目前这一条最长 所以我就把它扣上去 这样子扣 可以吗 有点歪歪没关系 待会我们再调整 那如果你已经手手了 你可以就按着它 所以我现在给你看到是这样子 所以开始它有第三个那个填字步要出现了 就我刚刚是这个九号 扣去这个八号 因为八号是最长 就我这个步 这个填字步最长的这个部位 跟它扣上去就好 好没有问题哦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十 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就扣最长的这一条 你看我这一条是最长 现在最长是这个九号 刚刚最新扣上去的 所以我把那个十号扣上去 OK吗 所以我这样子扣 就扣了两个小条子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里还有一条 这个新的旧的条子 如果这样扣就扣了两条 所以是不对的 我们每一条条子只能扣一条 所以我要怎样 让这个也被扣了 就把它塞进这一条旧的 这个之前的六号这边 有看到吗 就是这条 这条是原来的六号 就是第二个放格的那一条 所以我把六号打开 然后塞进去 所以开始塞的时候可能它就有一点 整个结构有点乱 但是不用紧张 我们就只要拉紧它就好了 把它拉紧 可以吗 慢慢拉慢慢拉 拉紧拉紧 全部往中心的部位拉紧 拉紧的时候你就 它就不会松散了 其他的也注意一下 如果它松散掉了 松了你就再把它拉紧 所以我现在就完成了 1、2、3、3 有问题吗 可以吗 这个大家跟着一下 有问题的 尽量提出来 有时候呢后面的定数机会卡着 会卡着这边也没关系 你是稍微拨一拨它就可以通过 就可以窜过去了 目前还跟得上吗 有问题吗 这可能如果还跟不上了没关系 大家再练习一下 所以今天的那个重点就是 我们确保每一条的条纸都有被扣着 都是互相扣在一起的 它一定要被另外一条的条纸扣着 每一条哦 我们的每一条都要确保它是有被扣着 所以当你完成一排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容易发现 它最后的每那个条纸 其实是会被四个 四条条纸 四条小条纸扣着 所以这是上个星期 利云老师说那个尺寸比例很重要 因为你要确保每一条条纸 是可以被四条 可以塞进去四条 可以塞进去四条 原因就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每一条条纸会扣四个 不管是它扣别人的或者自己被扣 被别一条小条纸扣 所以你会发现完整的那个条纸是会有四个的 比如说像这个六号这一条 所以你有看到四个吧 一个白色 黄色 银色跟白色 所以当我们完成一排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这样子的 如果你发现哪一格是没有被扣着的 或者它只有三格 而不是四格的时候 那就是那一条 那个部位就有问题了 可能你要再找它的 附近的哪一个条纸是没有被扣起来 然后把它扣起来 可以吗 目前还跟得上吗 有问题吗 最后一个step 我再重做一次 所以第一个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就比较容易我们只要用四条条纸 跟它变成一个紧致布 变成一个紧致布 然后接下来的第二条 第二个紧致布跟第三个紧致布 我们只需要个别用三条 所以我们依据于就是往右边发展 如果你是左撇子 你就找一个你比较舒服的方向发展 也行了 因为到最后大家就是我们会完成是这样子的正方形 所以其实哪一个方向都可以做 开始 但是一旦从那个方向开始的时候 往其他接下来的步骤全部就往同样的方向发展 所以不可以一下子左一下子右 当然大家熟念了就比较也是新的 只是现在大家还不熟念的时候 我们就固定一个方向 所以这样我就固定往右边发展 所以这边是我的 所以我现在在做新的一条 新的一个紧致布 所以这个比较容易的可能大家就比较清楚 所以我就只要新的我就扣去一条 比较最长的那一条我就被我扣起来 就是所以我这个新的这一个右手边这一部位 只有一条 这个是最长的 所以我就拿新的一个小条纸 把它扣起来 扣起来 OK 所以扣起来后这条是最长的 这条是最长的 看得到吗 所以我就拿另外一条新的 所以我就拿另外一条新的 我的9号 9号就扣我的8号 8扣起 8扣起来 你这样子给你们看 9号扣8号 就最长的是这条 所以我把这条扣去这条 但是我这一条就变成最长 这个新的 我先扣去这个最长的这条 但是我不要两个都扣起来 所以因为条纸只能扣一格 所以但是我就扣了两格 这是不对的 所以先确保 你先扣了第一格 那下面 所以下面这一格不要 不要也 请不要扣起来 下面这一格呢 你可以找一个 如果手指开不到 开不到那个洞 你塞不进去 你先可以用剪刀 不要太力的东西 跟它稍微撬开一些就好了 确保有那个洞 给你把这个新的条纸塞进去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先扣起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塞进这个洞里面 这个洞里面 你如果打开了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洞 可以啊 掉了 不好意思 所以这刚才扣了那个9号 所以我把它塞进去这边 塞进去往里面塞 看得到吗 所以最后成品是这样子 看得到吗 这是我的9号 这是8号 所以刚才10号是扣着这个9号 然后在10号再往下 被这一个 做 扣起来 可以 这个清楚吗 可能 不晓得看得清楚吗 如果已经完成了三个填制度 我们因为我们的杯垫是比较小 就是小杯垫 这个是可以放一个小杯子 放一个小杯 所以我们先做9号格的 所以当我们完成的第一排 就是啊 完成的第一排 我们就往下发展 我们就开始做 第二排 就第二排 就第二排 第二排 就第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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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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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面也是一样 你就开始第一个 然后再往旁边 把 同一个方向 哦 同一个方向 因为如果你反方向的话 那个 它就会在这一排 第二排就会在这一排 到最后你的那个 可能就 它就不是被垫了 所以你是要往这边 所以 这也是 上面是三个 警示 你就往这边发展 OK 同样的确保那个定数基的部位 是在 就是有定数 有定数基的部位 是在同一面 你看到我们其实扣起来的时候 已经有很大部分的定数基 已经看不太到 它已经被遮着了 有有基要问题吗 你看一下 可以吗 可以吗 那我拆掉这个 用 各位有问题吗 从第一格到第三个警示 可以吗 所以比较困难的部位 永远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塞进去 都是有被其他的扣起来就好了 最后一个步骤 所以每一个最困难的就是 现在目前比较困难的就是最后一条 所以只要扣 确保它扣的 扣了新的一条 然后再塞进去 剩下的这个 所以塞进去 这个部位比较困难 可能大家要多念一些 因为它是刚刚好了 因为位置刚刚好 可能会有一点 尤其有时候我们折的不好 那个小条子 有时候我们折的部位不太好 或者太硬 像这条太硬 很厚 就可能比较难塞进去 各位试一下 就可能就了解了 所以有时候那个 定数机的部位也是会卡着 所以也没有关系 不要紧张 我们只要用一些 用手指 或者你打一些工具 帮忙撬开一些 把这里撬开 让它可以挪动 就好了 所以有卡着的部位 我们只要检查 后面是被卡着 还是那个小条子 因为我们折不好太硬 还是太粗 有时候比例 可能有一两个 就会稍微走位了 没关系 我们就慢慢调 所以如果这部位 这个步骤没有问题了 大家可以尝试先做第二排 第二排 可能就做第二排 可能就做第二排 所以没有问题的同学 你们可以继续往下第二排做 然后最后我们才会做成这样子的配点 这可能要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才将我们将 把那个脚修好 所以我们这个星期 大家先把这个功课修好 所以第一排还有问题吗 好 好 大家如果都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在家里尝试做第二排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 你可以继续再问一下 如果你第二排有遇到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 我们可以继续再看一起 小圣经 是 是 是啊 第二排 不好意思 下面这排是从哪一个脚开始 从这边 从这边 因为我们往 往右手边发展 右手边 看你比较舒服的位置 就是你只要确保大家的方向一样就好 老师可以示范第二排的吗 因为不知道 不了解怎么样开始 好 我再拆掉一些 你们看一个参考是这样子 还是你们可能可以拍个照 或者待会把照片 画去给学院 那你们过后可以照着那个模式来做 这边做一边看 可能就比较 比较简单一些 没有 所以我就照着这样子做 你们看得到吗 你们看得到吗 你们可以照着它来做 那个模式 所以 它其实也是一样 你只要选一个 比如说我要从这边开始 我要从第二排开始 你先不要看其他的部位 所以我们专注在看一个景字 所以我要往这边发展 那我就是用新的一条 跟它扣起来 然后也是一样 我们再拿另外一条 先不要管旁边这边 我们先看这个8号这边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部位 所以这一条是最长 所以我跟它扣起来 是用同样的模式 也是一样的方式去跟它扣起来 然后最后一条 这一条 这个是最长 可以扣起来 扣起来后 它也是需要被扣 所以这里还是有一个 一格剩余的 你看到吗 所以我扣起来这一条的时候 我这边就没有东西被扣着了 那就不对 所以我要跟它塞进这一边 让这一条 这个 扣起来这个 我的10号 看到吗 反光 所以也是用一样的模式 只是说它现在是在第二排了 如果开不到 比较难开的话 如果手指开不到 你就用一些工具 去把它打开 所以是同样的方式 然后我们只是重复 其实再重复 最后你看到 可能比较深闪的就是这样子 那没有关系 你就把它拉紧 所以你只要到最 那个部位 只要看到每一条 有被扣起来 那就对了 你看到它其实每一条 都有被另外一条扣起来 那你就再把它拉紧就对了 所以这条 有时候那个定书机会卡着 拉一下 可以吗 第二排是这样子 其实通常我们处理的时候 是连这一边也一起处理的 但是我怕你们有点混淆了 所以我先说你今天准备了 先不要看另外一些 所以你完成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里有点乱 这边呢 其实我们待会还要另外再处理的 这一条跟8号这一条 但是大家先试一下看能不能扣起来做第二排 有问题吗 这方式是一样的 只要 他就要从第二排开始 这可能还不是太困难 可能这个还跟得上 那我们下个礼拜可能再跟你讲解这边怎样处理 因为这边就比较稍微复杂一些 它跟其他部位不太 方式是一样的 只是可能大家先了解那个原理 就先确认 确保你每一条小条子是有四个 有四个 看到吗 这个有四个 好 有问题 有问题 有谁 第一排还有问题吗 我们现在 今天专注在第一排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请尽量问 这个可能待会发个照片给学院 如果你过后在家里可以跟着 如果大家可能一直忘了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编织的时候 可能你就跟着它的模式 所以当你看到被扣起来的部位 它是一上一下的 都是一上一下的 这一条 这一条在这个下面 红色的下面 所以它下一格 它就会在上面 这样子才能做成一个紧致 所以最后是每一格 每个正方形都是一个紧致部 就是有一个 每四个小方格 有问题吗 第一格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可能大家再练习一下 我们下星期会大家一起 一起在课堂上一起制作第二排 所以大家可能试了 然后有再多 有问题先记录下来 我们再回答 所以第二排 其实也是一样的 跟第一排一样的做法 可能大家比较 比较混淆的 可能比较搞不清楚的是 这一点 这个部位 所以这个部位 可能和大家再讲解一下 你可能 我刚才说嘛 每一条需要有四个 所以这里跟第八的话 就重结了 如果你第八直接跟它串进去 那它就不对了 它就少了一格 所以我们要先处理 这个第二格的这些部位 我大概比较自己 但是我下星期会再讲 详细一些 所以你要先扣起来 把它先扣起来 所以每次我们在做新的时候 你先不要看别的几次部 你只要看你要做的哪个部位 所以这纸也是一条 我们先跟它扣起来 扣起来 它剩下最后一个小节 然后正好我们八号在这边 所以八号就跟它扣起来 我们先处理这部位 然后它也一样也是三角 就可以做成一个紧致部位 所以一样我也是新的条子 扣起那个最长那条 最长那条 然后这个再塞进去 这个部位 如果不清楚不要紧张 我们下个星期会再讲详细一点 因为这里有一点小复杂 所以我今天只是示范 所以如果已经有概念 那个紧致位 怎样是互相扣在一起的 同学你们可以继续 往旁边发展 甚至把九格都完成 可以吗 可以吗 这需要多一点练习 尤其是当我们需要塞进去一个小格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手指也是很粗 挖不开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工具 可以去找一些工具辅助 所以不用勉强 一定要手指完全完成整个部位 老师那个尺寸是几号 几多层几多 因为上个星期没有来 嗯 我们总共是叫做九格 所以需要二十四片 二十四片的 塑料袋 完成剪裁过后的 你需要剪 这个剪裁也没有关系 剪裁这片 这片的长跟那个括 是多少 呃 这是那个尺寸 啊 这是用来剪的 所以剪成这样的 所以你如果剪十二乘四 也是可以的 十二乘四 ok 这个我自己是放到十二点二乘四点二 嗯 ok 比较方便拆的话 这个板 但是你需要准备另外一个 这个多少 十乘五 所以这是方便我们用来折 我们要折这个长度 嗯 这是长的 折了过后 这是拿 这一片是拿来衡量 我们的脚条纸多 多长 嗯 对 所以用定数定起来 但你要比较漂亮 你就把它塞进去 塞进去这个洞 才定 那它就比较边边 就会比较平整 会比较平整 它就比较不容易卡的 看吗 你这边 它是平整的 它就平整 所以最后 这里定数据 跟它定起来就好 所以这样子的小条纸 你需要准备二十四条 然后我们才可以完成这样子的 小背垫 这是很基础的 然后过后如果各位想要做大一点 或者你要再做小一点也行 那再自行调整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课堂 我们就做这个九公格这样子的小背垫 OK 还有其他问题吗 所以今天这堂课 请大家家里再尝试 看能不能完成一排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没有关系 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学习 可以重新再学习 可以吗 还有其他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要课到这里咯 我们就把把平台交回去给学习 好非常谢谢 谢谢老师 今天带领我们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 可以打造我们的这个编织的这个部分 那各位朋友不晓得学习的怎么样 下礼拜同样的时间 我们继续呢 会跟着老师继续来学习 那在这边呢 再一次谢谢 谢谢面子出的朋友的参与 也谢谢美玲老师今天来带领大家 进一步的来了解了这个部分 那等一会呢 我们再跟我们的阵长 他里面的老爸老妈 我们来大合照 好 那我们明天呢 我们一样 九点半到十点半的时间 我们明天呢 会有我们的这个 跟着我们的这个崔玲老师继续来学习 你怎么样DIY身体的磨砂霜 上礼拜我们DIY了面膜 我们明天 我们要学习什么DIY磨砂霜 好 那我们下礼拜同样的时间呢 我们继续跟着美玲老师 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来制作我们的这个杯垫 希望大家今天都很庆幸 就是需要看回放的回放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不过面子出去看回放 好 那我们现在先结束面子书的直播了 结束之前再一次谢谢 谢谢凯迪资金会的大力支持 谢谢新周日报伊势力的这个联合直播 也谢谢新纪元热林管理学院的这个联合直播 还有很多个人面子书的转发 我们希望美玲老师的这个概念呢 能够推广的更远 让我们更多人一起来 保护我们的环境 好那我们现在先结束面子书的直播 我们进入正讲的交流时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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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